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658章 謊外之戰 6 上次講到 我告訴林慕禪 不知 蟲怪的殺氣元能被我們兩個吸收了 因為他死的時候 當我們兩個在他身邊 林慕禪聽完之後疾了一下 然後問我 黃德駱 你剛才的腦裡有沒有見到蟲怪 我吐了頭就說 是呀 是呀 見到了 你的腦裡是不是出現了 林慕禪吐了頭 很擔心地說 像你所說 蟲怪的殺氣元能 真是進入我們兩個的身體裡 都不知道是福還是禍 你快看 手臂上的圖案不光了 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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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就用殺氣去搞定呼啦啦 結果 我們兩個無論如何努力也好 都搜不到殺氣出來 完全不明白剛才是怎樣搜出殺氣的 根本沒辦法再次運用 而且毫無頭緒 現場情況很緊急 完全沒時間被林慕禪胡亂想 因為方大彤 即是被呼啦啦整個噴出去 她是沒有受傷的 這時候 方大彤的樣子很懵懂地在地上站起來 她的眼睛一直看著呼啦啦犯牛豆 方大彤完全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她的意識裡 連成了這隻呼啦啦 可以把黃山寺這樣的江湖老前輩輕鬆抓住了 從來都沒想過 兩個乳臭味乾的年輕人 居然可以把呼啦啦弄傷了 而且發生之後 她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也不可以不說 方大彤還是很厲害 她把呼啦啦調教得很好 在這麼危險的時候 首先救主人 這樣才令方大彤 即是被我和林慕禪 發出來的黑煙殺氣 燒爛了衣服 呼啦啦在地上競亂了一會兒 她的尾的傷口 居然流出了很多白色液體 這些液體 見風就凝固了 短眼之間 居然生出了很多新的輪甲 沒那麼久 呼啦啦整隻站起來了 我不敢懷孕 馬上把天蟲和小天牛放了出來 小天牛一看到那隻呼啦啦 馬上覺得她殺氣騰騰 根本不用我吩咐 她自己三步加兩步衝上去 小天牛本來是可以隔空殺人的 但她隔空殺不到呼啦啦 因為當和小天牛勢力懸殊很大的時候 小天牛才能隔空殺她 呼啦啦比小天牛要厲害很多 所以她沒辦法隔空殺她 小天牛跳過去之後 有一道白光在小天牛身上射出來 小天牛一直都對著呼啦啦的胸口射過去 呼啦啦居然張開口 把那道白光含住了 也就是說呼啦啦的肝生把小天牛那道白光吸收了 呼啦啦吸完那道白光之後 吐了兩口煙氣出來 小天牛也嚇了一跳 她完全沒想到 眼前面這隻瘦猛猛的怪物居然不怕打 小天牛見到白光沒用 一下子整個跳起 親自撥過去呼啦啦那邊 呼啦啦那條很長的尾 縫了一下 好像整條鋼邊一樣打得很準 實實在在 把小天牛整個打倒了 然後好像打高爾夫球一樣 把小天牛打飛了 小天牛打不過呼啦啦 是我意料之中 幸好的是 小天牛和呼啦啦過了這一招 就幫天蟲爭取了足夠多的時間 她的月光仔 現在已經在天上 一度月光 眨眼之間照到呼啦啦 呼啦啦馬上慘叫了一聲 跳出月光圈 結果 天蟲令到月光圈 如影隨影 一路照著她 她根本就避不開 照了一陣子之後 呼啦啦就好像被蠟燭拉出的小蟲 開始在地上縮下縮下縮下 這陣紅光雖然不是特別光 有些陰影 但足夠可以對抗天蟲的月光了 呼啦啦重新鎮座站起來 向著天蟲走過去 這陣子 小天牛才一隻屁拍一聲 掉在地上 剛才被呼啦啦打飛了 過了那麼久才掉下來 我馬上撕起小天牛 像扔飛錶一樣 把小天牛對方大同的方向扔過去 我剛才很冷靜地分析了一下 天蟲的月光對呼啦啦有殺傷力 只不過 方大同在背後攪陣 重新幫呼啦啦加入了新的力量 這樣才令呼啦啦可以抵擋著天蟲的月光 所以我們首先要打方大同 小天牛剛剛靠近方大同 方大同全身上下啪啪啪響了一聲 接著有一團光氣炸裂開來 把小天牛逼出很遠 小天牛根本就埋不到他的身 這陣子 林慕蟬早就飛了起來 他也想明白了 不可以只對呼啦啦落手 要對方大同落手 面對方大同最好就不要埋身 再說啦 我們也埋不到他的身 林慕蟬懸浮在本胸之中隔起古年買血 有一陣血腺圓圓不斷被抽上來 而且抽出來的血腺還很粗 但令到我們很奇怪的就是 方大同根本就不在乎林慕蟬的古年買血 好像在抽的不是自己的血 又或者那些血可以無窮無盡的 可以一直流下去 方大同也不會故意去看看那條血腺 血腺對於他來說好像是一條飄帶 他根本就當他無窮 他只是死死地看著呼啦啦 好怕呼啦啦有什麼閃失 呼啦啦這個時候和天蟲鬥 不斷打在一起 天蟲肯定是打不過呼啦啦 這件事很明顯的 再過多一會兒 甚至乎連招架的力也沒有了 我現在很急需用一些殺氣去幫一下天蟲 好像剛才這樣重重去打擊呼啦啦 但我身體內的殺氣 好像根本不存在這樣再也找不到 這種潛意識的東西本來就不能隨意調動 看來只能夠在人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 才能被激發出來 方大同根本就不在乎林慕蟾在做什麼 這件事令林慕蟾很意外 難道方大同的血是無窮無盡的 那條血腺粗到很難想像的地步 差不多有林慕蟾肩頭那麼粗了 如果是個普通人 這種血腺不用拉幾米 那個人就會全部抽乾了 天蟲一步步向後退 方大同看到了 他知道天蟲雖然不是呼啦啦的對手 但也非同一般 他也不敢默默然衝上去 而是對著我走過來 我看到現在 小天鵝不能上去 天蟲又被呼啦啦攔住了 我身上只剩下蟲網了 蟲網的蟲髮是不錯的 但蟲網面對方大同 蟲髮洗出去之後 方大同的身上下 好像有一陣閃電閃過一樣 但是沒有被蟲髮控制住 來到這個時候 我這樣才知道 方大同已經把自己都改造了 雖然未至於脫胎換骨 但也做了一些局部的小改造 至少蟲網的蟲髮是無法控制他的 方大同對著我一步步迫過來 不過我就不算很擔心 我還有玉煙獸 你方大同再厲害也好 不可能發得過玉煙獸 你抓不住對手 所有戰鬥力都是沒用的 如果不是方大同全身上下 有一陣光氣籠罩著 可以防止人家賣到他身上 我早就拿著綠骨刀和玉煙獸 衝上去給他一刀探一下 有慈無恐之後 我將神功拿下來 對著方大同空放了一弓 沒想到方大同居然 認真正在地上 神功居然很好用 不過這一弓 就不像當初打塌塌無蟲 方大同沒有昏迷 倒在地上後 以他這麼大年紀 他居然一個鯉魚打亭 便站起來了 口裡便說 可以呀 黃德綠 身上的臨心東西不少 看來我殺了你之後 戰利品還是很豐富 你的生命給我吧 他一邊說 一邊把某寶劍拔出來 向著我的面門指了一下 我下意識地拿著玉煙獸 很快閃開了 放開玉煙獸的剎那 有一陣光氣在劍尖上噴出來 我忍不住嚇得全身飆冷汗 這個方大同本身夠厲害 可能比黃山智要差一點 但也差不多 就在這個時候 方大同身上的血線突然斷了 林慕蕾見到 古力馬血和方大同沒什麼影響 於是便直接停下了 林慕蕾跟著轉身 飛過去方大同的型盤 這個時候我鬧高頭看著林慕蕾 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方大同就轉轉看著林慕蕾 血線斷了之後 他察覺到 很不經意地轉轉看了一下 當他一看到林慕蕾 向著他的型盤飛過去 馬上大驚失色了 大聲喊 靚妹仔,你要做什麼呀? 講完之後,她把劍在空中縫了一下 感應了在遠處,在追打天蟲的呼喇喇 呼喇喇就不再追打天蟲了,她也惡高頭去看看林武蕾 遲了一會,馬上撇開四隻爪向營地跑過去 林武蕾閃眼之間,就飛到重器建築物的上空 因為那棟建築物沒有頂,林武蕾整個蹤進去 然後馬上聽到那群野獸兵喊得呆呆聲 呼喇喇和方大彤都趕快向營地趕過去 我看到這樣也跟上去,很怕林武蕾有什麼危險 營盤裡的情況我比較熟悉,因為剛離開了幾天 首先看到呼喇喇,整個頭圈出入建築物很低矮的木門裡 那棟木門不是為呼喇喇設計的,是被人出入的 所以對她來說太小了 但是呼喇喇好手,招個頭可以捐進去之後 身體就可以捐進去 她整條色彩這樣捐進去 方大彤都跟進去,我也被骨及袋跑進去 然後我定神一看,林武蕾這個時候在三星井上盆旋飛 覆蓋了三星井上那些巨大的狀氣,被林武蕾用把神龍古簾割開了很多個很大的口 那些很巨大的口,流出了一些像絲芳的東西出來 散發著一陣陣臭氣,很噁心的 那些巨大的狀氣都開始在這裡震一下震一下 呼喇喇在建築物中的行動是受限制的,因為那棟建築物很窄 不過呼喇喇就沒有打算在這個這麼小的空間裡剷除我 而在我高頭看著林武蕾 林武蕾這個時候也有點大意 他就覺得呼喇喇是不會飛的,早不可能飛到狀氣建築物的頂上 於是當完全沒有人那樣,繼續用古簾去割那些狀氣 我也明白了,林武蕾看到古簾買血對方大銅是沒有用的 那就知道不是方大銅自己的原因 絕對有一個強大的後盾,通過一些我們看不到,摸不到的方式 在幫方大銅和呼喇喇供應所需的能量 神龍古簾從方大銅身上抽出來的不是人血,很有可能是三星井的井水 呼喇喇可以抵擋天蟲的月光,在靠倫吉上反起的紅光 這種是外力注入,追究他的原因只能夠在三星井上那個狀氣 林武蕾沒有進過方大銅的營地,也沒有見過三星井上的狀氣 但他聽我說過,三星井裡面有個狀氣,於是飛過來看看 看見局建築物就沒有頂,直接飛過來,剁了兩下古簾 其實他也不是特別確定,是這件事暗暗和方大銅和呼喇喇輸送能量的 正準備要離開的時候,呼喇喇和方大銅就衝進來了 一見到你一人一重,很心急地衝進來了 林武蕾馬上明白了,這個狀氣肯定就是他們倆的能量完全 不殺死這個狀氣,是永遠打不過方大銅和呼喇喇的 呼喇喇雖然不會飛,但他用一些爪勾著狀氣的表皮 沉一聲爬上去,整隻蠍子這樣 直接用尾巴上的刀刺刺到林武蕾那邊 關鍵是,林武蕾看不到 他用著那把神龍古簾,確實在狀氣上有一個很大的肉柳 我在旁邊見到,好害怕啊 現在就算大聲喊,都完全來不及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的收聽 來自然的祈禮 後來自然的祈禮 本集已經播放了